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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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是大概10天 我們就進行這個四年一度的區議會選舉 他摸槍 哇哇哇哇 打… 打… 走 我在此嚴正跟社會說 包括這些肆意破壞香港的暴徒 你們的行為是不會得逞的 建制派擔心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不是等於有擔心 我們就不做這個選舉 我們仍然是很努力去做這個選舉 是不是有人見到市面 叫做剩一兩日不服氣 要繼續落藥挑釁 要繼續用火水救火 由於場內秩序的關係 我宣布今天的簡介會終止 這次唯一地囂我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叫黃之鋒 我是保女一號候選人 兩張照片下 謝謝你 傅佳林是政治素人 她是福建第三代 在東區保女選區 挑戰傳統受福建社區支持的建制派 她的對手熊連參 過去三屆都自動當選 我心目中的光復不覺 或者光復炮台山 就是因為過去都是十幾年來 由建制派把持 或者有些更加誇張是二十幾年 當時去聯進就沒得選 沒有,十幾年 所以我們拿著票都沒得投 今天最開心的就是投辣椎 好 東區區議會35個議席 25席屬於建制派 而上屆有10席是自動當選 比例是18區最高 今屆區議會 全港452個民選議席 全部有競爭 是區議會選舉的第一次 這些動作為何要打 對著炸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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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福建這個群體是很團結的 當我是民主派的福建人後代 所以我很希望告訴福建人 其實在政治方面 或者其實在地區 就是為地區服務的人方面 你都可以有第二個選擇 不一定是要跟大隊的 二十三歲的傅佳林 成長在這個福建人社區 很希望平反福建,平反北角 要是很減鬆 在這裡發生的事 令他決心要改變這區的形象 第一次8月5號 有八衣人發生衝突 我想要拍照,然後又拍攝 立刻有一個人衝過來 想打我的手機 越是這樣,我就覺得越是不害怕 所以就算我自己一個人開站 我也不會害怕, 也想擺明完世界 我也想表達一個態度 就是我就是在下面 如果你想理性討論, 就歡迎下來 我想請問一下, 我選這區區議員 可否把我小的姿勢貼在你們空檔的地方 我浪費在這裡, 不像得這塊金麵 讓別人知道 之前看見你貼了紅衣的海 請問可否貼在下面 一盤蛋糕 好…下次再來, 謝謝 我對春春當然是零希望 有空, 可否貼在下面 他不是不行嗎 你貼就貼吧 謝謝你 你貼就行了 政治素人和建制派的對手 無論資源, 人脈和經驗都很懸殊 特別這區是傳統建制派票倉 競選很困難 會假裝聽不到你說話 轉過台灣福建華, 偷偷罵你 或者通常說老闆沒空 不過, 反修例運動 持續未完, 影響了建制派的選情 示威者暴力升級 建制派投訴 議員辦事處成為針對目標 候選人的競選活動 亦被迫變得低調 我們聯絡過不少建制派候選人 他們都拒絕接受訪問 而傅階臨的對手 現任民建聯議員洪連參 亦以工作忙碌為理由 不接受訪問 本來我們這裏都是一些玻璃窗 一些同事會擔心日後可能會有衝擊 他們在這裏工作可能不太保障 所以我就叫了街坊幫忙 可能封了木板 玻璃門後面封了木板 窗戶封了鋼板 在沙田匿園經濟連任的黃宇漢 辦事處最近被破壞 他覺得是因為所屬的公民力量 被思維建制派 由十五三正式決定下來參選一刻 其實我都會有個心理準備 說這個位置有機會會受破壞 本身他不下來 可能我的政治立場上 都未必說很清晰 或者大家很去了解 甚至有時大家問公民力量的排頭 是甚麼來的代表甚麼 會否是公民黨還是人民力量 其實大家是不清楚的 因為很多街坊都知道我們在做地區服務 我們哪個排頭對他們來說不重要的 反修例運動下 政治立場先行 黃宇漢小譚政治 專注做地區工作 我們做了多少我們會發聲 但我不會經常把東西帶入社區 一天到晚拉十幾條橫牙 一天到晚跟街坊說 大家參與甚麼運動 黃宇漢的對手是這次社會運動的 標誌性人物 民陣召集人岑梓杰 他在報名參選後漁閘 馬上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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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這樣做得不舒服嗎 我可以,其實我可以走到的 沒有拐掌,我可以走到的 頭上的傷口基本上都埋著了 可能會有縫隙 但都會被頭髮遮住了 膝蓋仍然有些腫 有些酸軟無力 但是走得到,只是走得快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很擔心我 我每一次出來 其實我身邊都有很多人 是會願意陪我出來 我有恐懼,我有擔心 任何人走近 我的心都會有些加速 在我前面他有任何的小動作 我都會突然間很留神 為香港一定要出來投票 請希望大家支持我 2號,岑子傑 反修例運動持續了五個月 岑子傑今次參選 打正其號爭取五大訴求 他相信今次選舉 是一場全民表態 這一場不是一場政治立場的表態 是良知的表態 在一個這樣的社會底下 你怎麽樣可以說 我關心盞燈壞不壞 而不去關心 究竟我們的學生 怎麽可以不明不白地死了 怎麽我們的警察 是可以將所有的年輕人 都可以當成仇人 立即開始 第一場的論壇 沙傑拿完選區 全面調查不單止一句說話 更加重要的是成立一個 有調查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黃宇漢寨廉獨立調查委員會 都不敢說出來 我先回應 我絕對不反對 用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做 當然 現在香港的衝突不斷 如果現在立即做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如何去做 她跟建制派一樣的就是什麽呢 什麽都做做做 不過遲些做 現在你猜我們這些所謂建制的發聲 林鄭都不聽 我跟她的最大分別 她是一個政治人 她很清楚 她是服務著 她跟她政治光譜裏面相同的人 而我是做一個地區服務的人 我不管我地區裏面的人 什麽政治立場 他們都是我的居民 他們都是我的服務對象 我的對手一向都是逃避政治的議題 地區其實跟政治是息息相關的 今天這些警察是失去理智 他們進不進你的村子 你會發覺你沒辦法去阻止 防暴警察進入你的村子 但是你就要有這麽辦法 怎麽樣令到警隊不會失去理智 你怎麽可以說做地區工作 就不談政治話題呢 這個是不切實際 香港 本性戗 本性戗 他們給自己打了 你人家保留同樣擷 你做事嗎 非常的多 他們有多少人 那你們回去吧 不要… 快點 17號來說就是剛剛24號的早一個星期 如果你在這個過程中一直都很強 很大的暴力 凌智到選舉不能出行 包括何君堯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大的警告 無論是候選人、義工和很多選民 都生活在恐懼之中 令到我們擔心10月24號 不能夠有公平的選舉 建制派選情被社會運動影響 選舉工程都不能夠按原本的部署進行 發揮不到傳統在資源上的優勢 今次選舉的工程中 都受到這種暴力的事困擾 很希望這些事情不要再發生 我們要做一個過我們正常的生活 何君堯遇襲後三天出院 我們曾經邀請他做訪問 不過他說暫時不接受採訪 挑戰何君堯的分別有兩位候選人 其中報稱獨立的蔣正文 正剛提出爭取五大訴求 理念和民主派相近 我們多次聯絡他 但是一直都接觸不到 民主黨盧俊宇就以除妖去摩做競選口號 我們做街站裡面都反映很多街坊 都曾經有投過去票的都有後悔 因為好客觀那句 事過幾千四年前 我想大家四年前的選民都未必知道 何君堯會殺無射的 未必會知道 何君堯會有7218醫人事件 我想路遙之馬力 日久見人心 何君堯是一個甚麼人 結除政見再一次去講 良知是我們社區上 我相信很up hold 很堅守的一個信念 以往四年 這區的議員 他的做事 他的作風 大家有眼看到 上屆以不足300票 輸了給何君堯的何俊仁說 這區選情緊張 這幾天社會抗爭氣氛 是否會繼續升溫 是選情最大變數 地圖防區議會選舉 現在不行 防軍議的自編、自導指 是否會提供 其實壓銀沒有甚麼幫助 取消選舉更加不能夠接受 如果建制派認為這樣可以迴避 我們俗語說的話 一定要結帳 他拔槍 喂, 還來 撞完就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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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總的來說,我們是最大的努力 研究選舉的中大學者馬岳 還要回到校園 他說沒有想過這裡 會成為一個抗爭場地 他看到連金融區的中環 這幾天都出現倒路 區議會選舉是否還可以進行 民憤變了不是一群專業的示威者 其實大家是理解一群 生活也算是安穩的人 這樣的環境政府應該回應 而不是照樣中下去 用這個作為一個藉口 來取消選舉 取消選舉 也解決不了中環每天倒路的問題 我相信會更加多人倒路 如果要取消選舉 不過他認為要在選舉前回復平和氣氛 並不容易 很前線很衝擊的人 我想他未必覺得那件事很重要 他也未必會覺得 因為應該固存區議會選舉 所以他們暫時停手 這件事我想在他們來說 區議會本來就不重要 或者他們要的是更加根本的制度改革 就算你說政府有一個 他真是一個劇本 他都似乎是控制不到他自己的演員 他有太多爆肚的演員 即是做過龍的演員等等 諸如此類 令到其實整個劇走出來 其實由七月開始 就已經不是跟著他們的劇本去走 連續幾天由網民發起的三罷行動 令香港很多地方癱瘓 現在外面的路都塞了 塞了, 外面都塞了 他一斤有腹疹, 去不了嗎? 去不了 是呀 你呀, 用一架就差了 我…我…我…我沒選擇 他們是誰來的 是, 兵來將黨的嘛 是呀, 兵來將黨 我靠你們擋的 你們不投票, 沒得搞 是呀 他來選舉, 剩下不夠一個星期 黃雨漢說局勢不斷升溫 他的義工和同事都不敢出來幫忙 街上都不敢擺 因為站定一個位置 其實會擔心, 好像其他區 你站定一個位置 轉頭有一堆其他的人會來到 可能圍堵 最擔心就是那些義工 如果面對一堆人的圍埋 可能大家未必很懂得應對 整個社會的衝突是升級了 甚至出現開槍啦 放火燒人啦 人命傷亡出現了 其實雙方面的壓力都肯定 明顯大了 甚至直接說雙方面的仇恨值 是提到前所未有那麼高 反修例運動下 政治取態, 壁壘分明 黃雨漢觀察到街坊都不敢表態 區內選舉, 氣氛冷清 政府說延遲 即是我老實 你沒有必要了 延遲真的沒有必要 你這件事拖兩個星期 會不會有大變化? 我深信不會 甚至你說延遲 不如你提早 大家完了這件事就算 不要大家在互相折磨 真的沒有意思 投民主派 加油 謝謝你 你好 早點你投票吧 過去一個星期 全民三罷 大學成為戰場 岑子杰說 政府迫到年輕人無路可退 他寄望選舉能夠如期舉行 香港人可以透過選票表態 我們見不到警方為甚麼一定要去攻入大學 為甚麼 我們的政府為甚麼不可以放過一班學生 當然在這種警察和示威者之間的不停升級 我們會見到很多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面很不舒服的 有很多人受傷 有很多人甚至乎是因為這一場運動失去性命 現在我們和理非的市民 其實表態的機會越來越少 遊行不准不准通知書 你集會 你集到一半 他就腰斬你 繼續放吹淚彈 去到現在 我們要表態的話 其實區議會的投票 就是一個最和理非的一次表態 如果你連和理非的表態都要剝奪的話 其實是令到香港進入一個更加萬劫不復的地步 反修例運動踏入第五個園 激烈抗爭的大部分都是年青人 而今屆區議會選舉 破紀錄的近39萬新登記選民 增加最多的也是18至20歲這個年齡組別 年青一代追求的轉變 可不可以透過選票來達成 既就如同學 那種既然走亂 既然有碰國和其良 既然有相關 既然有此閉嘴 既然有此敵是 既然有不值得